《华人世界我们的家》 地铁站附近 画面上的这个男子 刚刚抢劫了一名华人 不过他马上就被制服了 而制服他的这些华人 正是法国中华青年联合会当中的 护送队的成员 你看 穿白衣服的这位先生 他叫陈光荣 是护送队的队长 当时他用法语大声地向路人说 请帮我们叫警察来 陈光荣说 法国中华青年联合会的护送队 成立于2015年的年底 每周六的晚上9点到12点 他都会和20多个队员 来到这个地铁站附近 护送下班的华人回家 说起建立护送队的初衷 陈光荣说 去年年底 他和一些法国华人朋友 建立了一个微信群 本想分享大家在法国的见闻 不过后来却发现 群里的同胞大多有过 被暴力抢劫的经历 于是他就有了建立 部位队的这样一个想法 他的这个想法 也得到了群里很多青年的响应 商议之后大家就决定 周六晚上去巴黎北区 华人被抢劫最多的区域 护送华人 陈光荣说 这一年来 他们已经成功地阻止了 多起抢劫偷盗案 未来他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 加入到他们的队伍当中 目光再来聚焦马来西亚 画面上左边的这位叫做王木兰 是马来西亚希望之谷的一名居民 这个希望之谷距离吉隆坡 只有25公里 虽然名字叫做希望 但其实这里是一个 大规模的麻风病隔离社区 建于1930年 王木兰介绍说 在出现能够治疗麻风病的药物之前 这个希望之谷社区几乎与世隔绝 居住在这里的麻风病人 他们的吃穿用 都是靠自己自足 就连货币都是他们自己印刷的 每天除了为生活劳作 大家还要去试着去吃 新开发的药物 可以说这里的居民 用自己的身体 推动了世界对麻风病的研究 直到1981年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 麻风病可以由三种药物 联合治疗之后 希望之谷的封闭情况 才有所改变 但是因为大半辈子 都居住在山谷里面 王木兰和一些居民 最终还是选择留在了这里 2007年 马来西亚马拉公益大学决定 要征用希望之谷的 16公顷土地 兴建医学院 这引发了很多人的不满 其中你看 就包括画面当中的这位女士 她叫陈燕妮 曾经是当地电视台的 华语新闻主持人 因为一次采访 她来到了希望之谷 了解到了许多这里的故事 陈燕妮认为 这个社区是马来西亚 乃至整个世界 抗争疾病的一个缩影 所以当隔离社区的一些建筑 被拆除的时候 她联合马来西亚的一些 学者和华人社团 向政府发出了 保留希望之谷里建筑的倡议 这个倡议也引起了政府的重视 不过经过讨论之后 内阁最终决定 仅保留部分 具有文物价值的建筑物 这让陈燕妮等人非常失望 她之间仍在为保留希望之谷的遗迹 而积极地奔走着 她说 目前自己最想做的是 筹款在社区里面 建立一所有关社区的故事馆 希望能够让后人了解那段历史 而她的筹款活动 也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 我们再来看马里 画面上呢 这是生活在巴马科的 一个三岁的小女孩 这张照片记录的她 从会抬头到坐起来 再到能够轻松地站立的 这样一个阶段 要知道 在八个月前 患有先天性脑瘫的 这个小女孩 连四肢还都不能活动 孩子的妈妈说 是一位中国医生 给了孩子第二次生命 您现在看到的这位呢 就是第二十四批 中国员马里医疗队的 副主任 容永华 他介绍说呢 小女孩出生之后呢 妈妈曾带她四处求医 但是都没有任何的效果 于是 他们来到了 马里医院的中医 针灸推拿科求助 当时小女孩身体消瘦 手脚都不能动弹 就连咳嗽和哭声 也非常的轻微 容永华决定 采用针灸小儿捏挤 及挑刺疗法 一两个月之后 小女孩开始能够抬头了 现在八个月过去了 小女孩已经能够 自己站起来了 据了解 马里医院的中医 针灸推拿科诊室 自去年年底 创建以来 已经接诊病人 三千多人次 其中的包括 不少马里周边国家的病人 也是慕名前来求医 再来看南非 画面上和猎豹合影的 这个姑娘叫做叶佩文 今年28岁 来自广东 这之前不久 她在南非一家 宾威动物拯救中心 当志愿者的时候 拍摄的图片 叶佩文说 这次非洲之行 只有三周的时间 一起去的 共有九位志愿者 她每天的工作 就是给野生洞喂食 清理他们的栖息地 这听起来简单 但做起来却并不容易 这段画面 就是她给野生犀牛 喂食的场景 当时叶佩文 正打算下车 将准备好的草料 放到路边 没想到 不远处的两头犀牛 竟然疯狂地 朝他们跑了过来 薛养员赶紧让叶佩文 待在车里别动 并且紧急开车离开 叶佩文第一次去 喂食猎豹 由于紧张 以至于快到猎豹的 笼子的时候 他竟然 鸭鸡给摔倒了 手里拿着的生肉 也是撒了一地 幸好薛养员 其实关上了笼子 才没有引发 严重的后果 你看 这是叶佩文 准备清理犀牛 住的草房的时候 穿戴的装备 严严实实的 他说草房 只要有个两三天 不清理的话 就会奇臭无比 在清理完之后 他们还要将 一车的犀牛排泄物 运到野外 去把它掩埋 往往一天下来 累得是腰酸背痛 腿抽筋 即便是这样的 工作强度 叶佩文呢 还是坚持完成了 他的志愿者之旅 他还把自己救助 并为猎豹 犀牛狮子的故事 写了下来 希望能够引起 更多人的关注 目光转向新加坡 画面上的这位先生 叫做沈瑞华 是新加坡华人 今年59岁 很多人都把他 叫做厕所先生 但沈瑞华呢 一点都不觉得尴尬 反而相当的高兴和自豪 因为他的心愿 就是让最穷的人 也能用上 卫生安全的厕所 为此 他不但在新加坡 创立了非盈利性机构 世界厕所组织 每年在世界各地 举办世界厕所峰会 在他的推动之下 第67届联合国大会 还将每年的 11月19号 设定为 联合国世界厕所日 敦促成员国 重视解决环境卫生问题 那么沈瑞华为什么会选择 这样的一项公益事业呢 沈瑞华出生在新加坡的 一个贫民窟 他回忆说 那里居住着30多户的居民 但只有四座公共厕所 而所谓的厕所 其实就是一个桶 上面有两块木板 臭气熏天 还不分男女 非常的不方便 后来 长大后的沈瑞华 成为了一名企业家 想到世界上还有很多人 和他小时候一样 用不上安全卫生的厕所 他想改变这个状况 于是 2001年 他发起了世界厕所组织 并在新加坡举办了 第一届世界厕所峰会 没想到 吸引了来自韩国 印度 中国 日本等 20多个国家的 300多名代表参加 如今 世界厕所峰会 已经举办了15届 沈瑞华 现在又有了 下一步的计划 由他所在的组织 培训贫困地区最有条件的人 去办厕所工厂 然后将生产出来的马桶 低价卖给需要的人 即为当地增加了就业 又解决了厕所的卫生问题 会包饺子的人 都知道 包一个饺子 所用的时间 最多也就是十几秒钟 熟练的人 甚至可以在几秒钟之内 就包好一个饺子 但是 在香港有一家餐厅 制作一个饺子 需要整整 一分钟的时间 那这究竟是什么饺子 如此的讲究呢 来 走进今天的一位一故事 我们把目光聚焦中国香港 你看 我说的 就是这一锅 热气腾腾的 上海砂锅蛋饺 这锅蛋饺 是这家上海 弄堂餐厅的主打菜 那我本来就是上海人 来了香港很久了 看我现在开始产来吃 它的味道很炫 很清 它有点上海传统的口味 连上海来的食客 都赞不绝口 那么这道正宗的上海风味 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画面上的这位 就是这家餐厅的老板 关叔球 他说 画面上这一锅 浓白鲜香的鸡骨高汤 就是制作砂锅蛋饺的 主要底料 经过长时间的高温熬制 鸡肉的鲜味 渗入到了高汤当中 取适量的鸡汤 放入砂锅 将窜过水的白菜 放入鸡汤当中熬煮 接下来加入捏出的手工肉丸 然后下入事先做好的 半熟的蛋饺 再加入粉丝 来一同加热 最后用冰糖鸡粉调味 盖上盖子 中火加热 大约五分钟之后 就可以上桌了 那么这道地道的上海小吃 怎么会出现在香港的餐桌上呢 我的婆婆是上海人 她过世的时候都做给我们吃这个蛋饺 这个蛋饺你看是三亿个元宝 她叫金元宝 婆婆跟我们讲 这个是带给我们的运气财富 关书球说 自己在香港长大 吃过最美味的食物 就是上海外婆煮的砂锅蛋饺 关书球呢 希望将这一道传统的上海小吃 在香港能够传承下去 然而一开始啊 就遇到了不少的困难 蛋饺的饺皮是用鸡蛋做成的 而如何让流制的蛋液 在热力的作用之下 定型成为一张合格的饺子皮 这个问题困扰着关书球 您现在看到的 这就是制作蛋饺皮的画面了 将新鲜的蛋液 倒在这个小壶当中摇匀定型 等到蛋皮的一侧凝固定型 另一侧还处于胶状的时候 将一小块馅料放在这个蛋皮上 然后呢 迅速将一侧的蛋皮翻转过来 贴合在另一侧的蛋皮上 这个过程持续大于一分钟的时间 对于温度 手法和时间的把控 是非常严格的 厨师的动作如果太快 容易使蛋皮破裂或者是变形 而动作太慢的话呢 则会让蛋皮变老 无法贴合解密 虽然制作复杂 耗时耗力 但是小店呢 十几年来坚持用手工制作蛋饺 正是这一种 对美食精益求精的态度 对上海小吃的热爱 让小店的生意是越来越好 我算搬个上海人 我想通过沙瓦胆脚 把上海美食文化带给大家 再来看新加坡 这位女士叫做蒋文精 是一名新加坡华裔 在银行工作 前不久 她成功地识破了一场诈骗 你看 她手里拿的 这还是警方给她颁的一个奖状 九月中学 蒋文精在值班的时候 看到了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 神色慌张地来汇款 说自己的朋友 因为走私黄金 在吉隆坡海关被逮捕了 要赶紧汇取五千元来救人 蒋文精觉得 这里面有蹊跷 便仔细地询问情况 原来老人要救的是自己的网友 对方声称名字叫做凯文 三十多岁 吉隆坡人 是一名飞行员 可是老人和这个所谓的凯文 一直是在网上聊天 从来就没有见过面 蒋文精联络到了这个凯文 但是户头持有人 地址不是吉隆坡 她意识到 老人家可能是遇到骗子了 可是老人怎么也不相信 网友会说谎 蒋文精花了三个多小时 来劝导她 才说服老人去报警 经过新加坡警方核实 这个所谓的凯文 确实是一个网络诈骗犯 蒋文精提醒大家说呢 千万要小心各种电话和网络骗局 因为骗子会一次 瞄准很多目标 等人上钩 甚至用上好几年的时间来布局 处心几率 真的是防不胜防 再来看美国 画面上的这位老人呢 是生活在纽约华部的钱先生 今年82岁 您别看啊 钱老这么大年纪了 他可依然在华部的成人 周末英文班 坚持学习英语 说起这句英文 钱先生呢 可是记忆最深的 原来 在华部呢 有许多像钱先生一样的华人 在近几年才跟随家人 来到了美国生活 他们对英语可以说是一窍不通 但要想在当地生活 不仅要满足日常的交流 甚至一些法律法规 都需要去交流沟通 我们都看到警察 不想怎么办 那有的人是很凶地回答警察 因为警察态度不好 结果造成麻烦 如今钱先生呢 已经在华部的英文班 学习了五年 作为班里年纪最大的学生 钱先生呢 一直非常努力 现在他的英文水平呢 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而第十三届 华部成人周末英文班 也将于近期开办 许多华裔志愿者们 将会继续免费地 为新移民提供语言培训 再来看钢果金 我们常说 要想赴先修路 这里是钢果金的卡莱亥地区 当地的路啊 那真的是特别难走 这儿的居民呢 别说走出去做什么买卖 就是出趟门都很困难 为了解决当地民众出行难的问题 中国赴钢果金维和部队 前不久来到这里 修筑道路 由于刚好赶上钢果金的雨季 施工作业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但中国维和官兵们 硬是加班加点 终于在10月16号 修完了这段27.6公里的道路 完工当天 很多当地民众啊 特意徒步十多公里 来向中国维和官兵支援 你了解 自2003年中国维和工兵 进入钢果金任务区之后 至今已经有20匹 3500多名官兵 参与道路修筑 桥梁架设 机场修复 场地平整等 多项公共设施建设任务 官兵们表示 这样的行动还会继续下去 目光再来转向匈牙利 您现在看到的是在布达佩斯 一家电信营业厅的开业典礼 和其他营业厅不一样 这里的顾客呢 可以使用汉语来办理业务 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 商务参赞周新健 也出席了这次典礼 他说 这个营业厅的开业 体现了海外华侨华人 越来越受到 当地主流社会的关注和重视 相信未来匈牙利 会出现更多 专门面向华人服务的机构 我们再来看尼日尔 10月以来 尼日尔多次发生武装袭击 劫持事件 安全形势严峻 17号 位于首都尼亚美以西 大约50公里处的 库图卡勒监狱 也发生了恐怖分子 武装劫狱事件 一名武装分子被打死 两名尼士兵受伤 目前仍有武装分子在逃 中国使馆的建议中国公民 近期谨慎赴尼 提醒 在尼的中国公民 尽可能地减少外出 避免前往敏感区域 保持高度警惕 加强安全防范和应急准备 视线聚焦南非 22号 南非西北省勒斯滕宝市 高速公路上发生了一起车祸 造成三人死亡 多人受伤 遇难者当中 包括一名南非知名侨领 你看 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位 他叫庄宾关 今年45岁 福建人 是南部非洲华侨华人工商联合总会的会长 南非华人景民合作中心常务副主任 也是南非华文图书馆的创办人 当天 他正与另外两名侨领乘车 从约翰内斯堡前往勒斯腾堡 参加一个活动 知情人士表示 车祸原因 是赵氏轿车 借对向车道超车 逆向行驶 才与庄宾关乘坐的轿车发生碰撞 庄宾关旅居南非17年来 一直热心服务华人社区 为当地侨胞保驾护航 就在事故发生当天 庄宾关还去看望了一位 遭暴力抢劫受伤的侨胞 并协助警方侦破案件 得知他不幸去世的消息 南非华侨华人纷纷表示哀悼 据了解 目前车祸中受伤的两位侨领 已经脱离危险 正在医院观察治疗 再来看缅甸 为庆祝缅甸一年一度的点灯节 前不久 曼德勒的金多燕慈善总会荣誉会长 周天凤 华助中心主任李继昌等多位华人 向大湖边僧侣医院 捐赠了几台肾脏透析机 麻醉药控制仪 空调等医疗设备和设施 为了表达感谢 曼德勒省长左敏茂还特地到会场 为这些华人颁发了荣誉证书 缅甸的点灯节 又被称作是解夏节 节日之间 所有佛寺 佛塔 民居 还有街道都会装饰上彩灯 人们还要去佛寺拜佛 祈求接下来的日子能够健康平安 我们再来看南非 画面当中的汽车座椅满是血迹 令人触目惊心 这个是前不久在南非发生的一起 公路抢劫案的现场 受害者是一名来自福州的华人 事发当天这位华人独自开车去德班进货 没想到途中突然窜出了一货 持枪劫匪 冲他连开树枪 他的腿部中了两枪 还被劫持到了一个农场 幸亏有一名当地人及时发现 报了警 并且把他送往了医院进行救治 其实这位华人 以前都是和保安同去进货的 只是最近生意惨淡 他就怀着侥幸心理 只身一人前往 不料就发生了意外 我们也要提醒在南非的华家华人们 最近当地频频发生公路抢劫事件 一定要谨慎出行 千万不能心怀侥幸 我们再来看新西兰 画面上这是位于新西兰 夏哈特市的一家炸鱼薯条店 最近这家店的店主王先生和妻子 遭遇了一次抢劫 劫匪只用了15秒的时间 就抢走了店里的收银机 王先生和妻子 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心有余悸 当天晚上 王先生和妻子正准备打样 突然听到砰的一声 有人猛力地推开门 三个手拿武器的劫匪 直接就闯进了画面上的 这个隔离栏 冲进了柜台 用枪指着王先生和妻子 喊着要钱 王先生和妻子就对劫匪说 钱你们拿走 请不要伤害我们 很快对方抱起收银机 就飞速地离开了 王先生的店里 并没有安装监控设备 幸亏是邻居看到了 劫匪的车牌号后 帮忙报了警 目前的警方正在展开追查 我们在这里也提醒 在外经商的华家华人 店铺里最好安装安全监控设备 如果遇到了危险情况 要先保证人身安全 并及时报警 目光再来转向印尼 画面当中是 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 和雅加达吉祥山基金会 联合主办的 中华文化东南亚 中医中药型活动 活动当中 六位来自中国的医生 现场进行了中医疫诊 这次疫诊 在两天内 接诊了将近三百人 疫诊医生们表示 希望疫诊能够缓解 印尼患者的病痛 并通过切身感受 来体会到中医文化的精神 一般来说 寻求合作都会主动出击 表现出自己 最大的诚意和热情 但是一位来自 北契集团的小伙 却和别人不一样 他喜欢什么呢 守株待兔 而且还获得了 意想不到的效果 这是怎么回事呢 来走进今天的 《祝梦一带一路》 目光聚焦俄罗斯 有些问题不要急于解决 要搁置一个方式来解决 说话的这个小伙子呢 叫做邵岩 36岁 北京人 是北契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俄罗斯分公司的副总经理 三年前 俄罗斯的实力汽车企业 索罗斯集团 想和北契集团 合作生产一款汽车变速箱 也就是配套在这款 俄罗斯汽车上的典型代表 爱国者越野车上的 就提了一个项目 说的意思就是 我们以后要开发 我们的那个车型 它零部件都是要匹配整车的 整车要升机换代了 然后整车要升机换代了 把变速箱希望从五速提升到六速 六速变速箱呢 希望我们给他们做配套 这两年呢 由于受到了乌克兰危机的影响呢 俄罗斯的汽车企业 普遍的支付能力都下降了 这导致了他们 急于降低生产成本 而北汽集团也正在寻找零部件 进入俄罗斯本地生产的机会 双方是一拍即合 少延要负责的就是 之后的谈判工作 但是少延没有想到的是 这么一个原本痛痛快快的合作 到了推进阶段 却是困难重重 为什么呢 首先是这个变速箱的外形 索罗斯集团希望北汽 能够设计出一款 通用的变速箱 来匹配他们所有车型 但是这些车的盖板空间和尺寸 都不一样的 少延怎么办呢 他请人建了很多模型 拿着这些模型图文并茂 去找索罗斯的负责人讨论 关于这个外形的问题 终于达成了一致 但是接下来 产品生产的价格方面 索罗斯的工作人员 又提出了质疑 他老觉得中国 我们这边会很低 就是他认为 我们的产品 人工制造成本的占比 应该大 但是实际上 我们中方这边的 人工制造成本 加工中的占比很小 少延三番五次 就这个问题 去索罗斯公司沟通 但是说到最后 对方却觉得 你们没有诚意 信息不公开 还警告他说 要找他们的首席执行官 施压 少延知道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再说什么 都是没有用的 只有两个字 等待 等待一些条件具备 一个是一个等待的过程 另外一个是一个 双方相互更细致的 分析思考的一个过程 他有这个需求 他就不能等了 我们没准可以等了 但是他就可能就不能等了 果真 几个月以后 索罗斯主机场的工作人员 主动上门 他们细致分析了 北极集团的要求 事情得以进一步的推进 少延被北极集团 派驻到俄罗斯工作 已经有十个年头了 这次能够快速找到 解决谈判问题的方法 还源于他十年的工作经验 您看 这是十年前 少延刚刚到俄罗斯的时候 帮北极销售的 第一款轻型卡车 这个车子只卖出去了 一个多月 就遭到了客户的投诉 您看 这些车的后桥 轮毂处的油风 出现了磨损 差速器轴承滑轮 也出现了磨损 让少延印象最深的一次 施冒着俄罗斯冬天 零下二三十度的气温 到厂房里检查变速箱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轴裂了 然后包括齿轮有打齿 齿已经打齿了 已经有裂的情况了 那么这些轻卡 只销售出去了一个多月 零部件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呢 它一年有半年的冬季 我们因为国内没有这种 常年低温的这种气候环境 所以有一些是我们做 国际市场的经验 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欠缺 这些包括产品上的 可能一些 做的一些欠缺的地方 然后造成的这些问题 少延赶紧给这些车辆返厂 索赔 为了进一步的挽回客户的信任 美国一段时间呢 他都要给北汽中国的公司 提供这样的一大笔清单 上面30多项 全是整改方案 在少延的努力之下呢 这款轻型卡车的年销量 很快有了突破 第二年就从之前的190台 上升到了5000多台 市场占有率 也排到了第二位 因为一心扑在工作上 少延有的时候 也觉得是愧对家人 去年他的儿子出生 他也只是匆匆地 陪了妻子一天的时间 马上要升了一个小时 我进陪产 陪产完了之后 我把他从那个里面 并在一块儿推回产房 然后我回家 我说明天我该出差了 回家睡觉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 七点多钟的时候 我带着客户就出差了 虽然对家里有些歉疚 在俄罗斯的工作也很辛苦 但是少延说了 他还是为中国自主品牌的汽车 能够在俄罗斯发展感到高兴 我从这十年走下来之后 这工作上感觉就是 特别磨练人的意志 特别是任性和耐性 任何时间都有机会 而且以后的机会 只要能抓住有些事情 对于我在工作来讲 真的也是很光明的 愉悦收看 在线回看华人世界 敬请关注CCTV4 官方微信微博 好 今天的华人世界 就是这些 感谢各位的收看 下期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